主席我們請林部長 請部長 勞動部的陳副署長 副市長 署長 抱歉 徐安署 委員長 部長長 首先我先問一下部長 你知不知道前幾天 台北市聯合醫院的工會籌備處 他有爆料說院方他透過各種的方式 在壓榨勞工 呃 員工啦 他們現在 然後包括了這個猜禽的一個系統的一個作弊 還有各種的一個方法 他們說估計說這五年來 呃 大概員工 呃 大概被吞了大概五億的一個加班費這件事情 衛福部有大概掌握這個狀況嗎 有 這個是 勞動局去做的 去年11月所做的檢查 那我們在區二號 本部的照護師跟醫師師也會同去做個 去做檢查回來 那我們也發現他們確實去年的缺失呢 現在也做了很多的改善 他們的加班會從一千萬提高到三千萬 那這個補了120位的這個副理人力 同時電腦程式也做了修改 那這個也有申訴的這個專線 還有這個 呃 要勞資 要算方要定時來做協商 所以目前的掌握狀況是呃 去年的一個問題 那今年有做一些改善 目前的狀況是這樣喔 那因為其實我們根據這個資料喔 員工的一個說法喔 他們有指出就是 呃 北市聯誼他有幾項手法 我不知道部長這邊有沒有清楚啦 然後他們之前有說喔 他們如果不是急診 他們不能申請加班費 然後他們申請這個加班的這個審核的這個系統 如果超過三天喔 這個單子就會跳回去喔 就沒有辦法做審核 那以及說他上班超過八小時 他的這個打卡系統也只會有八個 顯示八個小時 然後他半年結算一次的這個機修遷的這個時數 他會加減時數之後主持去扣除 那以及就是他的這個會規避勞基法喔 那會用這個金額比較少的這個獎金 去替代加班費 好 那我想要問部長的是說喔 他講了這麼多 多項啦 我相信這員工不會空穴來風喔 我自己講的這些東西喔 那我就要問說 部長我們這五年來喔 就他員工講的這五年來喔 你們針對於就是台北北市聯醫 他們的這個醫院評鑑喔 總共做了幾次 在這段期間裡面做了幾次 評鑑一半四年一次 那這樣子有只做了一次還是兩次 這五年內 應當是一到兩次啦 一到兩次喔 那在這一個評鑑的過程裡面 有沒有發現這樣的問題 評鑑 還是員工爆料了之後才知道這件事情 好 我們請醫師是王市長 市長 談一下 報委員 評鑑他只是看一些 比較基本的條文 比如說員工的福利直塞保障 然後一些人力條文 但他有一個條件就是說 如果你有勞動檢查不符合規定的話 應該要輔導改善 所以這包含評鑑 也包含地方衛生局 也要持續性去督導考核 所以這個事情如果說是違反法令規定的話 我們也會請那個地方的政府 還有勞動局呢 應該是加強研版 好 那是你們在評鑑的過程當中 有發現就是地方的勞動局有 就是反映這樣的一個事項 讓你們來做評鑑的一個標準嗎 這個過程你沒有發現嗎 這個可不可以讓我事後準備一下 上一次他的評鑑資料再給委員參考 好 那這個請我們市長後續補資料給我 那我請問一下我們勞動部這邊 剛剛市長說他們評鑑 要根據就是地方的這個勞動局 他們所提供的一個資料來做一個參考 那在林一的這個案件裡面 他是不是在他的這個評鑑裡面 他有提供這樣的一個參考的一個數據 給我們衛福部這邊來做一個標準 報告委員 因為他是屬於台北市 其實就是市府裡面的勞工局跟勞動檢查處 那這個案子我們也透過了解 的確台北市勞工局跟勞動檢查處 在6月就已經到現場去查核 那目前有一些檢查情形 比如有沒有發生植栽啦 或者他勞動條件檢查的結果 或是安全衛生的檢查結果 我們在各種評鑑資料 通常都會 包括經濟部 他會要求我們提供 包括台北市有很多那個 資優職場的一些評鑑 我們都會提供資料 署長我問一下喔 你的6月是今年的6月嗎 是 那隨意他評鑑 聯誼的評鑑已經都做完了嗎 今年的 今年的聯誼有做評鑑嗎 做完了嗎 去年 今年的醫院評鑑 今年 今年到目前沒有 還沒 好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應該當 應該是說如果今年的聯誼的部分 還沒有做的話 那基本上 就是台北市的這個勞動局 他應該要提供這樣的資料 給醫院評鑑這邊 來做一個標準嗎 是不是 報告委員 不用等那個評鑑 因為評鑑四年一次喔 所以現在 他勞動 我們這幾年的合作方式是 如果他們有任何勞動檢查的結果 告訴我們 我們馬上是行文給衛生局 就去輔導改善了 是 好我只是要問說啦 就是你們 就是在評鑑的時候 到底有沒有把這些東西放進去 那上禮拜五有在提醒部長 就是勞動條件的部分 未來我們在 調檢這個評鑑的項目 要簡化的時候 這個部分還是得放進去 我是要提醒這件事情 那我就問一下喔 勞動部你們 關於這件事情喔 那你們掌握就是 我們地方政府 他們對於勞一的這個勞檢喔 他的頻率是怎麼樣 那有沒有進行開罰 至少目前這一項是 已經處罰了 已經有罰款 那他處罰了多少錢 六萬嗎 八十萬年 八十萬 確定喔 好沒關係 這個會後請勞動部再補資料 好不好 再問一下地方的這個 地方政府 看罰了多少錢喔 如果是 剛剛聽到幾萬 八十萬喔 還是八萬 這差很多喔 好 這請會後補上來喔 那再來我要問到的是說 其實去年喔 其實去年喔台北市的這個勞動局 他對於大型醫院 他有做過勞檢 那18家裡面有16家是 沒有符合就是要發放這個加班費 去做到違規的喔 那這個連一他就九個院區就五個院區有這樣的一個違規的一個態樣喔 那過去幾年呢我們衛福部在推動這個全民健康保險提升住院護理照護品質提這個方案喔 這個北市連一他也是大戶啊 他在103年的時候他五個院區他拿了3400萬的一個獎勵金喔 那但是這個就是連一的他的一個護理人員 其實他的一個缺額卻是增加的喔 那在這個方案裡面我要問到的是說 這幾年喔 這這六七年來喔 就是北市連一在這一個方案裡面總共拿了多少的一個獎勵金 有沒有人可以回答 因為我們每年有20億嘛喔 那20億裡面北一在裡面拿了多少 北市連一 對 裝款 21是裝款 後來就進入一般服務項目裡面 這個 北市連一 副署長 好 我們馬上查一下 好 這個也 我想你們可能也都沒有掌握喔 他這個醫院他拿了多少的獎勵金喔 在103年之前至少他都是這樣的一個方案在執行喔 那他的錢到底用到哪裡去了 這個部分其實我是蠻質疑的 因為在102年其實監察院也糾正過這個方案啦 因為他沒有專款專用喔 他錢用到哪裡去其實的掌握程度其實不高的喔 所以這部分喔 我想會後喔 請我們衛福部這邊 詳細的把這個資料再提供給我們辦公室喔 再來我就要問到說喔 部長你來自於 來自於醫界喔 那其實我們健保署跟醫師室對於醫院的一個經營狀況 應該都非常的一個瞭解喔 那像 北市連一他的這個員工數喔 我們去看了一下他的那個人力銀行喔 他大概寫了大概將近6000位 那以這樣的一個醫院規模的一個 就是 就是大型的醫院喔 他一年的一個加班費 大概多少是比較合理的範圍 是全部醫護人員嗎 對 因為他6000位我不曉得是 就醫生還是 定當是全部啦 好 全部 那 報告委員 這個部分我沒有特別的數字 沒有 沒有大概一個概念性 那個署長 其實這個加班會應該是 屬於夜班會比較多啦 那都有一個市場的行情 所以說 上一次那個健保署提供 這樣一個資源的時候 其實那一段時間 我們都夜班會都大概提升 大概都是有100塊 所以本來大概是400塊 變成500塊 用這個方式去概念 好 來 因為我針對於這個 剛剛部長你講的這個 就是北市連一他的加班費 其實我是蠻懷疑的喔 因為他們之前是說 編的預算是1500萬 那到去年呢 他是增加為3200萬 然後他說今年呢 他是增加到4100萬 然後呢其實我去算的 如果以6000位啦 這數字不一定是正確 如果這個方向跟趨勢是沒有錯的話 6000位的一個員工 他去分這4100萬 也就是說 他一個人喔 大概就是平均12個月之後 一個人一個月 只會領到大概500多塊的加班費 好那以醫生或者是護士 他們的一個薪水來講 可能一個小時兩個小時的加班費 這樣子而已 好所以表示說 其實加班的情況並不嚴重 好那因為醫院呢 他們自己的說法是說 他們一年大概是1300人次 那如果用人次去算喔 我把它平均到12個月裡面去 一個月只有108個人會去 申請到加班費 喔那這個比率大概只有1.8% 喔所以其實是非常低的 如果是以院方的一個說法 喔或者是說我們用數據上面去算的話 那我就會想說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其實北市聯誼的一個狀... 這個... 這個勞動條件算是不錯的喔 申請加班的也不錯喔 但是我是很質疑啦 如果員工跳出來 好去質疑說這個醫院 他在押造勞工的一個情況下喔 我是比較質疑說 他們是都不用加班 還是說都沒有給加班費這件事情啦 喔那我就要問說喔 就是其實公立的醫院啦 現在有員工就是跳出來這樣子說喔 那他是一間有賺錢的醫院 喔他在2014年 北市聯誼他賺了6.1億 喔他是醫院裡面 我們台灣排名第四名賺錢的 喔所以他其實 他的一個財務狀況應該算是不錯喔 但是竟然就是會有這樣的勞工跳出來指證喔 那因為我想說 他現在指證的很多都是系統面的問題 可以去查證的 那這個系統呢 他也是可以改沒有錯喔 但是我們可以還原到 他們在過去的那段時間去證明說 他那個系統跟當時候的這個 這個醫院的一個規定 是不是真的不符合 就是這些勞動的一個條件喔 所以這個部分喔 我想問一下衛福部有什麼樣的政策工具 可以去要求他們改善 其實委員你好 因為我覺得說其實 在很多醫院的一個管理裡面 事實上就是說 健保處提供這個資源 那重點就是說 當然是加班會是一回事 加班會佔的比例不高 事實上是夜班會是很重要 那剛剛你提到那個盈語的話 事實上也切到他公務補助預算的問題啦 所以我覺得公立業的那個管理 我們還要更努力 好 就管理更努力喔 好 這個我也希望你們更努力啦 那再來我最後問一下勞動部喔 像副署長你剛剛有說喔 就是去年做的違規今年還有再復檢嗎 103年的違規分兩年 分兩年 104跟105 所以這個時間是拖蠻長的喔 那我就要問說 這能不能再加強勞檢跟他的頻率 有沒有辦法做改進 事實上我們現在勞動檢查的專案 非常非常的多 所以其實最重要應該還是醫院 回到醫院的自主 應該是更更更 或者是回到核心那 那勞動部就推給就是醫院喔 一起合作 對 那這個如果不做喔 其實這個我們醫院的這個護理人 醫護人員的一個勞動條件 是沒有辦法收到保障的啦 所以不管是衛福部或勞動部 都請加油 好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